前一天历经上下冲洗一度跌574点的胎股 5号一早开盘以小涨35点开出 但指数上下震荡 9点24分一度站回万七 但10分钟后又跌近50点 盘中指数不断在万七前徘徊愁搐 好多散户都问 昨天这样口袋不够深 没本赔 今天涨回一点股票还爆吗 转线上来讲的话 我们是暂时观望一下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 在这种剧烈震荡的盘势里面 很容易引起那种情绪性的操作 我所谓情绪性操作就是 可能会跟着市场的气氛是追高杀低 毕竟台股周二灌破月线 没信心的是内资自己人 投信卖超22.77亿 自营商卖超60.94亿 外资入资反倒小额买超0.89亿 便散户自己下自己 一来跟疫情有点关系 二来受美股牵动 尤其不少散户过去太集中 追同一类股有风险 我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一句话 就是说当大家都集中 这个注意力在某一些族群的身上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稍微的提高警觉了 这阵子大家好爱的航运股 长荣五号盘中价79块 相比前一天跌 涨了1.80% 除走百元俱乐部的万海 也稍稍涨1.90% 而阳明盘中84块 比周二收盘涨3.70% 分析师建议 手边有能考虑获利了结 但进场不建议追高 必须要看看这个产业呢 你选定的这一档股票 他所从事的这个产业呢 是不是有一些远景 虽然财政部长苏建荣说 主计总处才发布台湾第一季 经济成长率高 有实体之正面 但毕竟台股短期震荡大 恐怕刚加入的股市小白 要留意些 TVS新闻 杨金波宁热 台北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